这个武汉肺炎 它现在出现变种了嘛 有一个原本的叫做S亚型 这是比较原始的这个病毒株 现在变异成了L亚型 传染力更强 那我们现在很担心的就是说 在进行第二波的时候 会不会继续变 大家都说它狡猾 还是它变到现在已经不会变了 到底我们防疫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什么 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民众不要与之为伍 其实关起来讲 其实像我们一届 我们在每天 其实我们都一直在看一些paper 我们台湾的医生必须 就是我们必须要看 其他国家的paper 因为很骄傲的说 因为我们病人量太少了 我们没有办法做研究 但是所以我们要看起来 可是我们不能以之为伍 因为很多的paper 它可能有说断章取义 有时候它的病人数量不多 或者是它做的实验方法 是有问题的 所以很多东西 我们看看知道就好了 有一个概念就好 但是其实有时候 比如说像前一阵子一直在说 其实我们可以做电脑断层来去做诊断 结果现在又被推翻了 说其实电脑断层也不能百分之百帮助诊断 很多东西一直在被推翻 所以真的其实要到疫情完全结束了之后 然后整个全世界的大数据 我们才可以真正了解 这个新冠状病毒它到底是什么样子 然后光是治疗到现在 正在进行试 还有七十几篇的paper正在做研究 那他们当然是用比较多的 有比较多病人的国家来去做这些研究 那台湾就没有办法参与这样的研究 所以我们是不需要为了这些东西 这些数据去 不要为它所左右 但是像你们直接就是在急诊室工作的人 是 现在出现了院内感染 对 你们有没有加强装备 是 就是像比如说像那家医院 他们应该是非常的伤痛嘛 然后那家医院的话 他们光是要去隔离已经被感染的那个同仁 他们有另外一套方式 因为他们要在 他们希望能够就此打住 这是最坏的点 不要再坏下去了 那我们其他医院当然是要更加小心 更加防备 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 每一家医院每一天 就跟卫福部长一样 我们每一天其实都在开会 我们每一天都会要接到新的讯息 然后下达新的指令 所以我们在面对疫情的时候 会有不一样的做法 你们现在急诊室以前多久消毒一次 现在多久消毒一次 我们应该现在是每天都在消毒 每天都在消毒 可能不止一次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们急诊室的话 我们的洞械 我们的流程 还有我们 我们连那个防护衣什么的 其实政府都已经 都已经有在补足 那我们前一阵子还会用到一些国家 本来准备好 万一这个国家会有灾难的时候 那些防疫医 然后光好快要及其了 我们前一阵子先用那一批 但是新的一批其实也是一直在 一直在来 我们是不会有断缺的问题